D3完蛋了,有嗎? 還要問嗎? 當然有,等了好久 你們在說什麼? 我們在說D3,你會什麼? D3是否新的,安玩遊戲 還要問? 你這個人讀書又不聰明,運動又差,樣子又不聰明 現在,假機都不懂 我跟妳說 我回去了 可以吃飯了? 洗澡 還在打? 睡了 終於攪拌了 三天給我了 快點睡 好 兒子,好起床上學了 我上班了 十二點了 還不上學好呢? 你有沒有搞錯? 每次都見妳在打遊戲 今早妳的老師打電話來 說妳沒有上學 妳竟然打遊戲打到不上學 有什麼搞錯? 妳再這樣 妳信不信我拔了妳的線 看妳怎麼打 搞錯呀 搞錯呀 妳現在不是和我作對呀 妳一天還打遊戲 我一天和妳作對 青年全建中心 我那次拔了兒子電腦的網線 她之後就沒有理過我 而且打遊戲越來越嚴重 妳們可不可以上來和她聊一下 阿偉,妳好 我是青年全建中心的社工 我很想知道 為何妳對打遊戲這麼有興趣 其實我覺得打遊戲 不是說真的好玩那麼簡單 而是我什麼都不懂 讀書又不行 樣子又不行 如果連打遊戲都不行 那就沒有人理我了 但是 媽媽她就是不明白 網絡已經成為青少年生活的一部分 是否沉迷上網 也不是單純看她的上網時間 也要關心一下她上網的動機 上網進行什麼活動 以及透過上網去滿足自己什麼心理需要 如果家長真的擔心子女過度上網的話 可以平心靜氣地跟她聊天 說下妳的擔心給她知道 也可以一起去找社工的輔導 看看怎樣去建立一個健康上網的環境 謝謝大家